你買的股票或者是債券 好 那我們現在我們在會計裡面呢 人用的會計科目 或者是我們在分析這個交易的時候 我們不太會先去管 你買的是股票、是債券 會議做很多紀錄的時候 都會先問你的想法是什麼 你的企圖是什麼 企圖好像不太好聽好 就是說你的目的是什麼 你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你的計畫是什麼 好 所以呢我們會根據你的計畫 你的你做這個交易的目的 來做你的分路 好 所以這件事情 你要兩天的習慣 你做交易 你發生一個交易的時候 尤其是不是很尋常的交易的時候 你一定要先搞清楚 做這個交易的目的在哪裡 動機在哪裡 好 所以我們呢 根據它的目的可以分成這個 不管是買股票也好 買股票也好 我可以分成所謂的交易目的 我可以分成所謂的交易目的 不是什麼 我是看它現在 這個市場的沒有非理性的下跌 所以我覺得這家公司很好啊 沒什麼問題啊 那市場上現在傳了一個不好的訊息出來 我其實是覺得你是錯誤的 所以很快我預期很快就會被什麼 被澄清了 那所以呢我趁這個時間 我就先去買了這家公司的股票 因為我要賺什麼 我會賺價差 所以我買了之後呢 我其實是很快要把它賣掉的 我很快要把它賣掉 所以這個叫做交易目的 好 所以什麼是交易目的 我買了這個 只有這個金融資產 其實我是很快要把它補分掉的 好 那多少 基本上來講多 多快 好 有些人講說是六個月了 可是呢 並沒有那麼的明確講 因為在國際會計準則 其實是非常不贊成用量化的東西 比如說我們剛剛講 你有控制日 我說你要邊合 邊報表 什麼情況之下你要邊合 邊報表 以前我講的是吃股50%以上 好 那吃股50%以上呢 其實呢 如果你規定是50嘛 那我只要站49.9 我就不要邊合 邊的嘛 好 所以如果想要規避邊合 邊報表的公司呢 我就要邊合 邊報表之前 要年底之前 我趕快把我的股份 股權的降低 只有49.9 我就不用邊合 邊了 好 所以呢 這樣 這是我們以前規定說 你要邊合 邊報表的前提 就是你要控 你也只有這家公司的股權 你超過50%以上 所以我只有49.9 就不用邊合 邊了 那這樣是不是很容易要規避呢 所以國際會計準則 他完全不講 不用數字 不用量化的東西來評估 他說 如果你對這家公司有控制力 你叫邊合幣 好 所以呢 我們以前講 交易目的 就是短期之內要把它賣掉的 那多短 好 基本上呢 我們就有一些會講是六個月 但是呢 我們沒有強調一定是六個月 但是基本上就是指你買的時候 你其實心態上面是很快的時間 短期之內就不能把它賣掉 處分掉 好 這個叫做交易目的 那如果我打算的時間持有稍微長一點點 可是我對這家公司呢 因為我持乎平常講 其實沒有對這家公司有什麼影響力 沒有影響力的話呢 基本上來講 我就什麼 但是我沒有很快要把它賣掉 這個情況之下我就是什麼 叫做備供出售 好 看情形賣來 好 我需要錢的時候 我可能就把它賣掉 那我不需要錢的話 就藏起馬鍋 我就先把它擺著 好 這種叫做備供出售 好 那這兩個交易呢 它可以買的標的可以是股票 也可以買的是債券 好 因為我買債券我也可能什麼 現在聽說那個 現在是因為升息的事情比較大 如果萬一我們之前都聽到 因為景氣不好啦 有降息的聲音出來的時候 這個時候你趕快跳下去買債券 好 那因為如果市場利率跌的時候 債券價格就會上漲 你就可以賺到了 好 所以這個也是可以交易目的 所以呢 你的備供出售跟交易目的 你投資的標的可以是股票 可以去債券 好 那這兩個呢 有時候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去看那個 像世衛公司的報表裡面 這個備供出 這個一定是流動資產 這個科目 當你有可能在流動資產看到這個科目 同時也在非流動資產也看到這個科目 可不可能 可能啊 因為我備供出售裡面 我持有一籃子的東西 那有些東西我打算什麼 一年之內把它賣掉 它就屬於流動 有些東西我可能會持有的時間 怎麼超過一年 好 這個時候我就把它放在非流動 所以同樣這個會計科目 它有可能出現在流動資產 有可能出現在非流動 那有可能是一家公司 流動資產也出現被供出售 非流動資產也出現被供出售 非流動資產也出現被供出售 好 所以這是被供出售 好 那這個可以是股票 可以是債券 那如果我打算持有債券 持有到很長 好 多長到它的到期日 所以我會有持有到到期日 它會有些其case 那有到期日的話一定是什麼 有到期日的話一定是什麼 一定是債券 一定是債券 不是啊 我們沒有帶到到期日 沒有 所以它一定是指債券 好 所以主要到到期日 這個就是指債券 它讓我們帶到到期日 好 我說呢 因為我持有這個債券呢 我打算呢 持有的時間很長 多長 持有到那個到期日 好 所以我就有另外的會計科目 叫做 持有到到期日的金融資產 好 那如果我剛剛講說 我持有股票 我持有一家公司的股票 那我持有的股 第一個 可能我沒有很快的時間要賣掉 好 那我持有的時間可能會長一點 好 多長 我也沒有很確定 反正也沒有所到期日嘛 所以我就是沒有打算 我會把他賣掉 然後再來 我對於這家公司呢 其實我持有的股權呢 是對它沒有什麼影響力的 我持有0.5% 哪有什麼影響力呢 所以像這種情況之下 當你持有的股權不到影響力 就是持有的時間會比較長 但是你對這家公司 沒有什麼影響力的時候 我就用被公出銷 但是如果你對這家公司 有影響力的時候 我就叫做什麼 股權投資 好 那再來這個股權投資一定是什麼 投資是股票了 它的投資標的一定是持股票了 好 所以基本上來講 如果我投資股票 我的會計客戶不在乎是 因為你投資的是股票或債券而有不同 不知道是跟你針對是什麼 你持有的 你投資的股票 你擁有這個資產的目的來決定 好 那持有這個資產的目的呢 我們就可以分成這四個 那當然這前一兩個 可能是股票 可能是債券 那後面這兩個很清楚啦 一個是債券 一個是另外一定是股票 好 那我們今天要講呢 主要是講這一段 只要是講這一段 好 因為既有叨叨情慾 現在回憶一下我們現在在做什麼事情 我們現在在講的是隨意表的問題 好 我們現在不是在講那些資產的問題 而是我們在講說 其實我擁有這些資產的時候 我在隨意表上面 會有什麼影響 我要怎麼表達 好 那所以呢 基本上來講 你需要的暴行慾 我們基本上是不用什麼 好 應該講說 現在我們在講這個資產的時候 回憶一下 我們在講 先講完 再來看一下 自己可以得隨意表的表達方式 我們在談資產的時候 我們在講我們的會計處理 那這來講 有四個階段 持有當時 原始交易 持有期間 期末 會計年度結束 或者是報到期間結束日 就是期末 然後再來就是什麼 我主分 這是我們出發裡面講過的 不是現在才有的 好 我們需要資產的時候 第一個 我要用多少錢入帳 到達可供使用狀態之下一切合理支出 我需要這個資產合理之下的一切支出 對 我要多少錢買 我用多少錢入帳 那某一些資產 它的交易成本 可以算到它的成本 算入資產的成本 那有些交易的支出只能當作用費用 這個我們姑且不講 就是原始我入帳的時候 因為這些坑我會有一些不一樣 那持有期間呢 如果你持有股票 好 那你就會產生什麼 鼓勵 如果你是產生的是 拿到的是現金鼓勵 那你的分路會怎麼寫 一次我們應該是 應該有稍微提過了 出發裡頭 應該有稍微提過吧 請便 如果我拿到現金鼓勵的時候 我的分路怎麼寫 記帳啊 對啊 我的分路就是記帳啊 我的分路會怎麼寫 現在我猜許的意思 沒聽懂 拜止 G Too 喔 我沒聽得很懂 好,沒錯,就是鼓勵收入 好,那如果你拿到的是股票鼓勵呢? 拿到的是股票鼓勵呢? 股票鼓勵 下一題問你已經比較了 好,所以叫做備忘錄 好,沒有錯啊 當你拿到的是股票鼓勵的時候 你只是股數增加了 可是因為你沒有賣 所以它沒有真正產生的資產增加 好,所以基本上來講 當你持有期間,你持有股票的話 你就會產生鼓勵收入 好,但是它是叫鼓勵收入還是 代替股勵收入還是代替股權 就要看不一定了 這個的話就不一樣了 這個不一樣了 好,所以我們現在只講這兩個就好了 好,然後呢,如果你是債券的話 持有期間會發生什麼事情? 債券產生利息 你就會產生利息收入 好,那債券如果 我持有的 當我買的價格 我的買家 我的入帳的金額 跟這個債券的面額不一樣的時候 在交易目的 不用做任何事情 當我的買家 跟債券的面額不一樣 假設我花了九十九萬八千 去買一張一百萬面值的債券 在交易目的 我不用去管這兩千塊的差價 要怎麼處理? 交易目的不用 但是被公出售就要做 折一價的貪銷 好,這個這也不是我們要講的 所以基本上來講就是 這個債券的部分呢 基本上原則上它會產生一些利息收入 那期末 好,重點就來了 我們其實我們現在要講的就是期末的問題 報導期間結束日 在我們的國際快捷選擇非常強調 我們上個禮拜已經有講過了 公免價值 好,所以在報導期間結束日的時候 我們就要針對資產的 上面金額跟公免價值來做比較 那當然不同性質的資產 它比較出來的結果會不一樣 好,那譬如說好了 我們講資產,存貨好了 存貨如果你的成本高於公免價值 再存貨我們叫做靜變現價值 如果你的存貨的帳面價值高於靜變現價值 我就要承認存貨的價值 那如果我的存貨的價格 帳上的成本低於這個靜變現價值 我是不承認會實現利益的 雖然說存貨也是流動資產的 照理說它也要什麼? 它也是短期之內就會實現的 可是因為存貨 它會多經過一道手續 你想想一下 我們在做財務報表分析的時候 後面我們在講那個比率分析的時候 財務報表比率分析的時候 住動資產裡面有沒有存貨? 沒有! 所以存貨雖然是流動資產 但是它能夠實現的時間可能會比較長 因為它現在賣掉 產生應收帳房、應收帳房再收限 所以它要經過的程序比較多 所以在存貨的評價上面 我們是不承認會實現利益的 好!那這樣子來看一下呢 我們就回過頭來看 好!那我們的固定資產期末要評價 那我們上次應該 我們應該以略有講過 資產的評價比固定資產的評價 我們只承認損失、不承認利益 好!這是固定資產期末要評價 但是評價的目的是 我只承認損失、不承認利益 所以當我的固定資產的 那個可回收金額高於帳面金額的時候 帳面價值的時候 我是不做任何事情的 好!這個是以後我們會再記錄 好!那我們來談談這兩個科目 這個資產科目 期末要做評價 要跟公理價值來做評價 好!那這個科目比較特別的是 好!當你評價出來的結果 不管你是產生損失還是利益 都承認 都要承認在、都要記錄 都會什麼?都會影響本期生意 好!因為我們之前已經講過了 交易目的 我剛剛講說了 交易目的是很短的 很短 可能講六個月 只是在會計、在國際會計準的裡頭 沒有強調幾個月 反正你的持有的目的就是很快要把它賣掉 因為很快要賣掉 所以它損失率就很快就會實現了 所以是不是一樣跟我前面講的 當你很快就會實現了損失利益 你就直接什麼?承認 影響到當期損益 所以我這邊講了 當你交易目的期末評價 不管是損失還是利益 雖然尤其是利益 雖然未實現 但是因為它很快就會實現 所以它都會直接放在本期損益裡面 那譬如說你可能會把它放在業外 所謂業外的部分 營業外損益的部分 所以這個是會影響本期損益 因為它很快就會實現 那備風出售呢? 因為它可能不會那麼快 但是期末我要做評價 我要賬業價值跟公允價值做比較 那比較呢?不管損失也好、利益也好 好,我們都要什麼?承認進來 但是要承認的時候損失也好、利益也好 它承認進來 但是它不直接影響本期損益 它只列入什麼?其他綜合損益 好,就講到我們今天 大家會講什麼? 其他綜合損益 就講到我們的終點 其他綜合損益 不管你是產生的損失還是利益 因為你都不會很快去實現 所以我就把它列入其他綜合損益 所以就是我們這邊所講的第四個 在晚上66月所講的第四個 就是指被公出售 好,那這邊你可以看一下 被公出售金融資產公允價值的 會實現損益 損失跟利益都一樣 損失跟利益都一樣 好,那基本上來講 我們的公報上面 它不會 它不叫做交易目的 好,它也不叫被公出售 有些也可以這樣子寫 有些也公 應該是什麼? 我們的金管會的那個科目的對照裡面 也有可以叫交易目的 也有叫被公出售 你可以上網去看 然後呢 另外的是 如果我們公報上面講的話 或者是有些課本上面會講說 這個 這個交易目的呢 它會講說 這個依供引價值衡量且電動列入本期隨意 或當期隨意 我就講這麼長 依供引價值衡量且電動列入本期隨意之金融資產 好,那如果被公出售呢 它跟前面的那個科目很像 只是它改了一點點 它說依供引價值衡量且供引價值變動列入中和隨意之金融資產 前面那個科目值是什麼 列入本期隨意或列入當期隨意 然後被公出售我們叫做列入中和隨意 就這樣而已 好,所以我們的公報上面寫的會計科目可能會有這麼長 好,這是科目上面的使用呢 其實在台灣的那個公報上面 並沒有那麼的強調 並沒有那麼規定、那麼嚴格 好,所以這個是我們這個其他中和隨意裡面 所以談了第四個教育 這樣聽懂了 好,所以我說呢 這個是在判斷的時候你要先去想 我說呢 不要自己,你不要用強技的 技呢你很容易就會亂掉 所以我在想說 你要不要你想本期隨意 今天想它是不是很快會實現 如果很快會實現就列入本期隨意 如果不是很快會實現 那就放在其他中和隨意裡面 好,這是我們所探照的第四點的教育 那第五個我還快講過去就好 什麼像說現金流量避險 什麼叫現金流量避險 假設說 好,我現在呢 要跟胡萬買一副機器 他說呢 因為這個是什麼 by order 就是你下個訂單以後才開始生產 所以生產完了就要三個月 就是你下個訂單以後三個月才會交過去 好,那我下訂單的時候 當初就要報價給我啦 好,假設這個是 這台機器是美金五十萬 好,那三個月交貨 我三個月交貨才要付款 但是我現在五十萬的美金呢 我想,欸,現在台幣 目前來講台幣二十九塊多 一塊錢的美金可以換二十九塊多的台幣 好,那我覺得未來的會議 可能會升還是會跌 也不知道 好,所以呢 我為了避免 那我到底未來三個月 準備多少的台幣 來換五十萬的美金呢 我不知道 所以呢,我避免這樣 這樣的不確定性的風險 就我建心跟銀行做的一個什麼 遠期外匯 我就鎖住那時候 假設今天銀行告訴我 三個月期美金的遠期外匯 假設是三十塊 它一定會比現在還貴嘛 好,所以三十塊 所以我就用什麼 我就先跟他買了一個 三個月以後 要跟他交割的五十萬的美金 然後呢,一塊錢的美金 可以換三十塊的台幣 三十塊的台幣換一塊錢的美金 所以我就鎖住三個月之後 我會要付的是一千五百萬的新台幣 好,這是我鎖住的 那我避免這樣 但現在的萬一說 欸,匯率呢 不管是漲還是跌 好,所以當我還沒有兌現之前 我的五十萬的美金就會根據 假設我要報導 或者是結算那時候的 那個美金跟台幣的匯率 去做一些調整 所以產生什麼 換算調整 就是先進流量避險的選定出來 所以先進流量避險 絕大部分是用在 當你是跟這個 所謂的外避交易的時候 你才會有這樣的一個交易 你才會有這個科目產生 好,所以這個就是避險 避險工具會產生的損害 好,那我們先休息一下